嘻嘻嘻嘻 哈囉大家好 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歡迎訂閱點讚開啟小鈴鐺 然後來玩這一款Clark Avengers 小雞復仇 又是小雞題材的遊戲 有一陣子好多小雞題材的遊戲有 有沒有玩過啊 怎麼這麼眼熟啊 我來搜尋一下我的頻道 等我一下下 等我一下下 大家 不知道玩過哪個版本啊 這個好眼熟喔 好吧又是放置型RPG 好這種放置型RPG就是 好這邊可以放技能 到時候有夥伴吧 為什麼下面全黑啊 不讓我們看 大家 有合併的玩法 OKOKOK合併的玩法 合併玩的時候武器好像不太一樣 它就是上面加合併啦 上面是放置 然後下面是合併 好繼續生蛋蛋 這個到時候會自動 這邊已經有自動了 有沒有 這個就蛋蛋的武器又不一樣 還可以自動合成喔 現在還沒有這個奶瓶啊 好今天是6S3 6S3有4款新有啦 我想說我就當天再來錄 應該說早上再來錄 現在是半夜時間 拿4款 了不起的AI修仙 傷害進化 洶湧海豚 拖拉西亞戰記 拖拉西亞戰記是晚上8點才開服 而且還不知道會不會炸服 所以我就先找這款來玩 預防它 炸服幹嘛的 我就隔天在 半夜再錄了 然後隔天再發布 那款之前測試的時候我也沒去測 那種遊戲就是 會有很多那種 愛演的啦 廣告下比較多的 然後上來進化以前應該是有出過吧 可能又復活了 因為我之前他陸服也復活啦 但陸服我沒有去玩 但是我知道這一款 好 我們回來認真玩遊戲 我剛剛都沒有很認真啊 沒有很認真 火龍卡彈啊 還不能自動合成 就手動吧 不行啦 他們表情不太一樣 我還以為是一樣的勒 但是表情不太一樣 這個應該是5啦 我上去就變6 這個是 虎皮鸚鵡喔 不是雞友 是鸚鵡喔 這個小學的時候 我記得我很小的時候 家裡有一些盜版的那種 手種自從的漫貨啊 不知道哪來的 可能鄰居哪來的幹嘛的 那我就會看啦 手種自從畫了很多 很經典的漫貨啊 比如說火之鳥啊 那期間他有一篇那個 講一些人類一直去研發 雞肉 就是人造雞肉啊 就是我們人類只想吃雞腿雞翅嘛 那可能就是有一些不要的部分就不要吃嘛 他就研發出DNA改造嘛 改良那個雞肉 結果在改造的過程中好像有那個 產生智慧吧 有一隻雞產生智慧 結果發生一連串恐怖的東西 我已經忘記大概是怎樣啦 反正有一點 當時看起來還蠻恐怖的 就是 雞肉的逆襲 我們現在之所以可以吃到這麼便宜的雞肉應該就是 有一個 那個什麼 白色那種雞叫什麼雞 就是那種肉雞啊 肉雞他就是有固定吃多少飼料 然後就算出那個成本然後可能就35天或是40天就長大了 那就是肉雞啊 然後雞農就會去買那個 很小隻的那個雞 來養 導彈要7級喔所以我們這個是導彈就對了啦 因為那個DNA改造那種雞好像也是要技術 一般機種就直接買右雞吧直接買啦 然後他們都會打針啦 你有看過那個影片YouTube有那種影片就是 很療癒的影片就是專門在負責幫小雞打針的影片 就他就一手一直抓一直抓一隻手打針打針然後就換下一隻換下一隻換下一隻 一直一直 重複一個工作 他會有個機器把那個小雞打針 好GO 這個等級7了 精英來襲 看一下 好強化攻擊力強化體力 我覺得那個 住公寓啊或是住一些套房 煙味這件事情真的還蠻麻煩的 以前我這個我們家那個 樓上的那個 很喜歡抽煙然後那個就會透過管線 飄那個三手煙過完就整個房間都煙霧 那我都不敢通風我都把門關起來 窗戶關起來因為通風他們煙味就會飄過完 我甚至把那個大樓的管線都封起來也沒用 那個分子可能比較小把煙味就直接飄過完 後來怎麼解決的 後來就是那位先生退休了嘛 他老婆好像得癌症了吧 然後就戒煙了 就戒煙了 總不能你的愛人 都已經癌症了你還在他旁邊一直抽印吧 為什麼講到這個因為我今天去打掃我那個 房子 我今天去掃廁所 掃陽台掃廁所 就每天整理一點點 快打不過了 我戰敗了 可惡 我不是洛基 變成雞腿 變成雞腿 炒雞 然後那個 經過那個住的地方因為那個也是公寓啊 大樓啊然後 哇整個今天風超大然後整個走走到都是那個煙味 然後我就進房間開始打掃 然後 沒多久房間都煙味 然後就站在那個門口外面的那個走廊的風直接灌進來 從我的腳下面腳趾那邊都感覺到那個風灌進來了 真是 太慘了太慘了 對不對 我們怎麼說要擴展這些空間啦還有這些小雞都還沒解鎖 我這可以這樣是不是 早說嘛 這七級喔好吧 他沒有教學啊 我們就跟著引導引導應該會教我們 好三十幾啊 怎麼解決 不知道 因為人家他們在自己的房間抽煙啊你也沒辦法管得到他們 那些租客都不愛惜房子的 因為我在倒手倒手的過程就覺得那個房子又被弄得很爛 很髒很爛 不是自己的房子就隨便用了 不是自己的房子就隨便用了 對房東也真是佛心啦佛心啦 把自己的房子租租給別人亂搞 虧爆虧爆 要租到好的租客啦 肯德基爺爺跑出來了喔 肯德基爺爺 好久沒吃肯德基了 麥當勞肯德基對我來說都很少吃 而且麥當勞不都漲價了嗎 漲價縮水嘛 因為物價通膨 尤其是美國啊之前那個新聞都一直爆啊 原本那個是他們的 平民套餐吧 平民餐點現在已經不平民了 然後後來那個什麼Windy啊什麼什麼都陸陸續續吹出那個低價套餐 麥當勞也跟進啊 不然你搶不過客源啊 好我們第二個角色出來了 你像那個恐龍鴨綠色的鴨 鱷魚鴨 有個鴨嘴瘦的鴨 可以把這丟上來啊 這樣我就要重合了比較麻煩 你還要合成這遊戲還沒有自動之前都好麻煩 自動施放 自動啊 沒辦法 乖乖的合成吧 好我們戰力才660 明天我應該很忙吧應該說早上 開始錄遊戲吧因為那個 我現在有遊戲19點就開始了 所以我想說要早點起來錄 不知道起不起來啊因為我都說要中午了 今天也是挺忙啦 下午去醫院申請那個 診斷書吧因為要請保險 不是我啊是我媽的我去當他代言幫他 幫他掛號 去醫院 也是要排隊啊然後 處理啊 只是我時間抓得很好 我就起床之後12點都趕快 網路掛號一下 然後那個是1點半開始看吧 大概4點到吧 4點到很 排60幾號快輪到我 抓得不錯時間抓得不錯 不過要等那個醫生打還是蠻花時間的還要寫一些代理人的 代理人的那個 標格啊 不然你隨便一個人都可以申請那個病例表也是不太OK嘛要有代理人 就在那邊寫 這邊要幹嘛 擁擠的遊樂場 保險這種東西就是一種賭博啊 就是譬如說癌症險 你要賭你沒有癌症或是有癌症 一種賭博 通常都是要保吧因為癌症還蠻容易發生的 就是你要年紀大可能多多少都會有 看是什麼癌症 所以癌症險應該是要保 看你保多少單位 那意外險就是年紀越大他越不讓你保因為你年紀越大那個風險越高他們保險公司都精算過了 他們很賊的啊 都請那個精算師算過啦 保險公司最賺錢的對不對 這這麼貴喔 馬上沒錢了不要亂升 還要7級了有夠慘的 還不能還不能自動合成 喔我剛剛升級升對了啦你看直接4級了喔 終於呀 剛剛這個啦我跟大家說這個 我剛強化在哪裡啊我連自己強化在哪裡都不知道 這個 這個啦深層導彈的等級提升我剛強化這個啦 不然每次重一級升有個累的對不對 這樣就不用每次都重一級啦 我現在重4級啦省好多時間喔 不然我都快崩潰了 啊終於解開他了 把他解開了 旁邊這個10 12 14 16 然後又多了一個格子的 終於呀 終於又比較輕鬆了再來就是自動合成 自動合併的啊 這種玩法以前玩過了啦也是一種放置琴 也是挺輕鬆的挺下時間 好繼續打敗敵人 好繼續打敗敵人 今天支持的籃球比賽球隊沒有贏 我沒有看啦就是 晚上要出門嘛 然後就瞄了一下鼻速 看起來啊這個狀態好像不太好我就沒看了 果然輸了 輸了20分吧 我是屬於那一種只看 會贏的比賽 就是確定已經贏了我才要看 不管是看NBA還是看什麼我以前都是這樣 就是輸的話我就不想看 只想看贏的比賽 然後我也不會特別在意說輸了就輸了我不會特別在意 哎呀剛剛那個 剛剛這邊有個8的 對不對 不過這樣已經好合很多了 給他按一按 殺時間 等一下沒事做 因為那個 舊的遊戲都不紅啦都沒人看了 然後你要玩新的遊戲要挑戰啦 也是要挑戰 就是要找自己喜歡玩的啦 我比較想要找自己想要玩的 以前我都還會多多嘗試玩一個禮拜啊 一兩個禮拜啊然後就氣掉了 現在就越來越越越沒有這麼做這個動力了 因為如果你只是遊玩過程的話比較沒有攻略啊 那要去找攻略啊找心得啊 或是自己自己玩久留心得 分享一下 這個很重要 這個很重要 你看我們這樣單單就變強了有沒有 喔齁直接6級啦 喔齁 喔齁6級啦 直接掉6級啦 我們這個10級可以跟他 可以跟他撞一下 這樣要解鎖了 時間的關係好像已經玩了16分鐘了 可是我就欲罷不能啊 有時候遊戲就是這樣 你就會想要去點他完成他 我就會想要一直玩 啊10級 這樣就有11級了可以換下來 這樣就有兩個11級了 我們就多了一些狼威有沒有 自動核場還是不行 沒有奶瓶 好吧那時間的關係就試玩到這邊 簡單看一下啦這個語言應該就是在4格吧 頂多就有簡中繁中這樣 就變成5格這樣 這遊戲 這種放置型的也玩過蠻多蠻多種的 我們到時候可以上陣6隻英雄 然後下面是養成 上面是戰鬥然後還有養成然後合成這樣 然後這邊就會有一些 禮包啦 禮包 可能要看看廣告啊或是 花錢買一下禮包啊買一下鑽石啊 OKOK那我們就試玩到這邊啦 好的我是阿姆喜歡我的遊戲頻道歡迎訂閱點贊鈴鐺開啟小鈴鐺 下期再見大家拜拜 掰掰